我们的心灵跟生命 常常会被一些胡思乱想给堵塞了 因为没有办法好好的活在当下 到最后回想起来 我们的一生好像都是空白的 我们常常会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食而不知其味 心灵被蒙蔽之后 陷入了麻木不仁的状态之中 您的心里是不是也正充满了忧据 因而没有办法看清生命真正的价值呢 现在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 带领我们找出生命的价值 生命的价值 看看我们是怎么用我们的生命 使用生命 那就有价值 不过价值有正面的 还有负面的 会用生命的呢 那正面是 这个价值是正面的 如果不会用生命呢 那就是负面的了 所以负面的意思 就是我们在生命过程之中 对自己在品德 在性格 也可以说 在我们的人性的这一面 成长不够 而是负面的 那兽性的 动物的这个本性呢 表现得多一些的话 那就是负面的 比如说我们生命里边 有三个现象 是构成我们生命的 价值的条件 哪个三种呢 第一 是我们的头脑的 就是心理的现象 第二种呢 是我们嘴巴的 用的语言的现象 第三种呢 是我们的双手双脚 四字加我们身体 产生的现象 这三种现象的运作 就构成了 我们的生命的价值 这个生命的价值 要看看我们 在运作的方向呢 是向着哪一方面的 如果说我们的方向是 倾向于动物 本能这一方面去的 那就是说蛇 蛇性也 就是男女的关系 饮食的关系 以及呢 仅仅是啊 为了自己的生存的关系 这都不是啊 到达人格的 或者是人性的层次的 那么都可能呢 什么时间 随时随地 他的兽性 把作 老虎吃人 他并没有现构想好 他只觉得有东西可以吃 他随时都可以吃人 他头脑里都没有考虑到 所以这个是人啊 不能吃的 那个是鸡啊 可以吃的 他不会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当人呢 的思想 行为 他没有考虑到 人 动物 以及呢 有关系和没有关系 以及呢 伦理的 这个备份 层次的关系 社会的 彼此的互相的 机构的关系 没有考虑到 这些问题的话 他的动作 他的行为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跟动物 完全一样 他做出来的事 说出来的话 都跟动物一样 比如说 乡下的小孩 骂三字经 有时候会骂娘 子弟的兄弟两个吵架 就是骂娘 还有老子骂儿子 骂他的娘 是都没有问题 这个 但是骂娘也不对 你老子这个孩子是你的 你们两个人生的 你怎么骂孩子 就骂他娘呢 还有我们中国人骂人家 骂祖宗十八代 这个都不是啊 一个标准的人格的健全的行为 这个都是负面的成长 就是负面的呀 一种影响啊 负面的价值 我们要正面的价值 一定要考虑到 人 有人格 有人品 有他的呀 一定的呀 人的 这个层次 人由人的样子 人由人的行为 所以人的行为是什么 第一个 论理 的道德应该有 第二个 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礼貌 讲话的时候啊 应该有礼貌 然后人呢 有人的思想 所以人之所以可贵 因为人是理性的 人是有头脑的 人是有思想的 人是有记忆的 人是有分泌这种啊 是非作用的 那我们为什么不用人的这种优点呢 而来产生人的光辉 人的功能呢 那就是啊 我们必须要加强的部分 那就是我们人的本质 人的这个价值啊 就能够呈现出来 还有我们普通的人呢 经常头脑里头是想的 是道德的呢 还是不道德的 是合理的呢 还是不合理的 是有用的呢 还是没有用的 我们考察一下 我们都知道 只要反省的话 你会发现 你想的很多的事啊 没有用的比有用的多 不道德的不少 这个好的呀 有 但是呢 不多 实际的呀 和不齐实际的呀 这个两种 来把它评断一下 究竟是哪一个多 哪一个少 如果能够在头脑里边呢 已经过滤以后 从嘴巴里出来的人 有的人呢 心里边很气 心里在骂人 恨恨恨恨人 但是嘴巴里不出来 这个面孔上也不表现出来 行为上也没有表现出来 这种人 这种人我们已经叫他是 好人 是君子 是可靠的人 但是他心里边想什么 不知道 有的人呢 看到有些沉默寡言的人呢 就讲 哇 这个人好阴险的啊 你不要看他 嘴巴没有讲 他心里边 你想想什么 你不知道啊 是不是 我们呢 几乎每一个人呢 都有这种同样的问题 我们呢 生 口 意 我们叫做三意 这个三种行为 就构成我们的人生的 生命的价值 那这个生命的价值 如何地创造 如何地发挥 就要看看我们是怎么样地用 我们的三种行为的现象而定 这种行为